同仁,我們可不可以請一下那個陸委會王主委 請王主委背詢 還有那個林中生林董事長 還有林董事長背詢 委員好 主委 好歡迎 董事長早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那個兩岸互設辦事處的事情 因為前幾天那個馬總統有講 他說不用懸掛國旗 這是你們當初的意見嗎 各位報告 這從上個禮拜一我們來 是你們自我矮化 還是總統自我矮化 我們擱置爭議 是總統自我矮化 還是你們自我矮化 我們回來 談判每個階段都要重新檢視 每一個階段的策略 那我們上次上禮拜一來立法院報告後 我們政府內部有進行檢視 這是我們自己先揚氣 人家對方都還沒有回應 我看你們之前的資料都是講說還沒有回應 他們不願意才是個問題 我們這個總統就自己來講說 就我們可以不用掛國旗 因為就我方的立場 我們覺得擱置爭議 既然雙方互不承認主權 國旗又有 我們要去爭取的 他們沒有講的話 他們還沒有回應 為什麼我們總統自己先講 其實他們就是不願意談這個問題 不願意談的 也不是我們總統自己出來講 你們覺得總統的 這樣子的講話是適宜的嗎 因為總統如果那天是剛好 就是把我們的主權自我矮化 沒有那天是剛好 因為聯合晚報在專訪 不然如果那天他沒講 今天委員問我我還是會講 沒有上次你已經講說 有講到國旗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在上禮拜一來立法院報告後 政府內部有進行我們每個階段 沒有所以其實這是總統自我揚氣我們的主權 是不是還是我們陸委會也是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們覺得說現階段 所以其實事實上你們應該要去爭取 因為陸方就不願意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覺得現階段來講 各自爭議是最好的做法 因為國旗的確是 我想對方都還沒有回應 從你們之前的上官的報導裡面 事實上根本都沒有講到說 他們現在只是說他們就這個部分沒有講而已 他們不願意跟我們談 那你先講說好可以不用掛國旗 那他們不是暗自欠效嗎 我們不是自我矮化我們的地位嗎 沒有矮化的問題 因為我們還是 我們絕對不會犧牲主權 我們只是多自爭議而已 選擇那個部分來去要求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因為這是相對的 我們總統自己先這樣子講說 可以不用掛國旗 因為相對的 因為如果我們去掛 他們也要掛過來 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要審慎的來處理 然後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們去跟對方要求 他們看他們怎麼樣子做 但是不是我們自己來測我們自己的主權 好不好 我們絕對不會測走我們的主權 我們絕對不會測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絕對不會測走主權 測走主權的一個情況 讓人家覺得很訝異 絕對不會 我希望說你們在談判第一線 我們應該還是要堅持 我們還是應該要堅持我們的主權 應該還是要有 我們絕對 否則根本不需要設辦事處 絕對不會在主權議題上撤手 絕對不會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服務貿易談判的部分 現在是海基會的林董事長你們現在談到什麼程度 什麼時候可以簽啊 還是你們就已經都講好了 國內都不知道你們到底要開放哪一些項目 是 我跟黃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服務貿易簽署 我剛才在書面報告裡面 也跟口頭報告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 沒有啦 人家都講說你們都已經談好了啊 我知道 上次那個誰 張志軍在那個博豪論壇說都已經告一個段落了啊 我跟你說明 就是說 第一階段業務溝通的部分已經大致完成 現在這剩下文字的整理跟確認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談嗎 要簽啊 為什麼我們立法院都不知道咧 都沒有跟我們講咧 我先跟你說明嘛 現在哪一天簽我也不知道 那項目是什麼啊 項目是什麼 第一階段的業務溝通已經大致完成剩下 那麼文字的確認 但是 所以你都知道內容嗎 這些內容是要國際的關係 文字的部分你們都確認嗎 我們只告訴你一個原則 不是這樣嗎 我們只告訴你原則 這個原則是什麼呢 一定是我們利益最大化 衝擊最小化 那麼但是那個戲目項目 原則那要等簽署才能公佈 我想齁這個部分齁 這個 過去立法院就是作為你們所有的這個 協議的這個部分的橡皮圖章而已啦 不會我們將來簽了還送立法院審議 像之前的那個律師業的開放的部分 本來就你們都要暗度陳昌了 最後給他過關啦 絕對不會 因為我們簽署了以後最後還要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這邊來合備 我想齁這個董事長 這個部分齁你們就這個齁相關的這個 到底什麼時候要簽你們確定了嗎 沒有為什麼對方一直放話咧 不是大家都認為晉級要簽 但是什麼是簽他們明天海協會的會長 內容是什麼 他明天海協會的會長才會就任 就日以後我們才能夠就進一步 所以你認為說海協會有他們新任的會長就任之後 對於這個兩岸貿易談判的部分 服務貿易談判的部分會不會有所影響或實成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他本來就是商務部的部長 他本來就是負責服務貿易這方面的協商嘛 所以你那公司不會改變就對了 不會改變 就是依照你們之前談的部分的項目下去做 他會根據業務溝通的結果 雙方經過確認以後就來進行後面的這個協商跟簽署的程序 好 謝謝 這個那你們現在服務貿易協議中那個 可以開放的比例到底是哪些東西 他現在這些東西要等簽署才能公布嘛 這是談判的國際的基本的原則跟常識 我跟你講齁這個齁 什麼談判的基本原則常識 國人都不需要知道你們隨便賣掉都好啦 我絕對不會我們一定是真正所 衝擊最小話的利益最大 來跟我講說請我們自己去看報紙 不是不是不是 報紙都比我們立法人還知道 這個不會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啊 接鋪問齁 接鋪問因為我這邊還沒得到授權 我請那個次長來回答一下 你們現在開放的項目到底哪一些 呃 跟委員報告 好那麼現在目前剛剛那個 林董事長也講我們確實協商已經 告一段落了 那麼目前我們現在也在跟各個委員 我們呃在做解釋當中 呃報告當中 那麼詳細的內容 詳細的內容總是要講一些大概 你們不講內容的細項的部分 總是把大方向要講出來啊 這個簽署我們將來簽署之後我們會送到立法院 對你們就是把我們當橡皮圖章來那個嘛 來幫你們做背書而已嘛 為什麼不能讓人民先知道 你們到底要開放哪些項目 到底哪些項目是對對這個目前的狀況是有有有損害的等等 這個應該去做評估才對呀 包圍我們都有評估 所以你們評估我們都不知道,那我們立法院要做什麼? 有,我們會跟委員來當面解釋 沒有上次已經跟你們要過資料,那陸委會那邊那個林副主委要說好,可以把這個大細項給我們,到現在我也還沒拿到啊 好,我們會請我們同仁會把相關資料送給委員 不是啊,這個我不知道有什麼不能講的,你如果東西是對台灣的這個開放的部分對台灣有傷害的話,事實上你們也很理直去說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國會民意代表有意見啊,你們也可以去跟中國談判的時候可以大大方方告訴他們啊 反正我們是你們的後盾啊,你們還不拿出來 項目是怎樣偷偷的?每一樣項目都偷偷的過是不是? 沒有,我們並不是偷偷 今天因為那個有關於這個我們招委有排的這個就是淘寶網的部分,事實上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是非常嚴重 但是呢,我想請教一下這個主委,還有這個呃,市長你們知道說,現在台灣有一個叫做這個,北京有一個金馬甲公司嗎? 金馬甲公司知道嗎? 不知道,我真的覺得很糟糕啊,這個這個公司呢,在這個去年的這個呃,六月的時候在台灣成立啦,好,那在台灣設立一個就是叫做這個電子商務專門來做台灣資產的收購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陸委會都沒有掌握訊息啊? 呃,我們通告訴我說這個金馬甲公司,它其實就是在大陸賣台灣的房地產的一個公司 不是只有房地產啦,還有股權的交易的部分啦 那你們現在這個部分,開放了嗎?可以這樣子做嗎? 應該是不可以才對 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話,那你們要不要處罰還是怎麼樣啊? 他現在是來買台灣的資產啦,包括這個什麼? 之前他發布新聞稿的時候有講過說,華達國際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的這個,營運的這個海,兩岸三地的海上營運執照 他可以轉讓40%的這個股權啦,那這個是你們可以做的事情喔? 還有在台灣的這個,這個辦公大樓的部分也可以轉讓的部分,等等,這些,這些項目他可以直接在,在這樣子做 他不,他這樣做理論上都是違反我們的法規,所以他如果真的錢要匯進來,要來買房地產 或者要進行這個股權的這個登記的時候,當然都會針對,我們都會針對這個個案檢視 只要有違反法規的地方,我們都不會準 對啊,明天他們聽說要在原山開記者會啊 謝謝委員提醒這個資訊,我們一定會注意 你們要不要去查一下,這個部分到底有沒有違法? 好,我們會注意這個事 如果有違法的時候,是不是要立即禁止啊? 好,謝謝,謝謝委員提醒,我們會注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啊,對不對? 他可以來買台灣的股權等等,就是透過這樣子網路的平台來做 我們會提醒執法機關,如果有違法的行為,他會進行相關的這個處罰 不是,他這已經很清楚啦,這個明天他們就會再開記者會,這個是去年六月的事情嘛 來台灣,架設這個常態的網路平台嘛,然後做於財產 資產交易的這個網路的平台啊,所以所有的這個資產的部分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來交易啊 所以就是說這裡面當中違反法 剛剛超跑網的部分是,是屬於這個小眾的部分,就是大眾去買的比較金額比較小 可是這個是非常嚴重會影響到台灣的整個金融的一個秩序的一個問題 包括整個,整個企業界的一個情況啊 謝謝委員的提醒,我們會注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明天他們要開記者會啦 那你們要去查查看,到底這樣子是不是合法 不合法的話,就不應該讓他們在這邊來繼續辦啊 我們會協調經濟部,大家一起來注意這個事情 好不好,謝謝 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啊